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很重要 本来口袋的钱是拿不出来的 但是到了屠宰场 这个就是 所以修行要有对劲 叫你坐在家里放牛 好了 我放半仗 当然到屠宰场 我会变五仗 所以人一定要有那个境界 所以希望大家多到急诊室 殡仪馆 屠宰场你的悲心就拉出来了 一拉出来 我以前带人家去驾驭屠宰场 一去以后回来好几个 师父不吃牛肉了 就是这样 马上就发愿 所以你要看到众生苦 就很容易生起悲心 所以痛苦不是坏事 痛苦可以发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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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